这道午菜的味道正是激烦了 人好话不多 爱吃爱喝 嗨 大家好 我是大会 今天我跟我媳妇蓝起的挺早的 闯来半生 这到十点爱中了 就窝 我就是带我媳妇去吃一家 非常解敌气的效果 他们家的菜品有点特色 我媳妇吃完以后绝对有一个景气 咱看的是哪家 走 它这就四张桌子 看着挺大的 其实是博弈 是镜子 把它反射出来 今天点个餐 这也是一家小馆 对 我们拉的比较早 这点还没人 就我们自己 现在这点还不到十一年了 饿了 炒粥 我来一块炒粥 这味集四 汤醋离净 行 我就点 汤醋离净 我给你这番茄味 很浓郁 他们家这汤醋离净 和这个绝味集四 不错 我尝尝 我尝尝 这个绝对上头 这个蒜味 瞪就放下 要一块大的 然后也给大家大伙看看这肉 汤醋离净非常简单 面别开肚 肉的质量高一点 醋的口 往上 哎 怎么说 上点头 这条菜味道就错不了 好事 要准的酸甜口菜 哎 姐姐 你们这店干多长时间 八年了 八年了 闻闻闻 嗯 麻麻的味道哈 绝味集四 嗯 这两道菜还是绝配 一个是麻麻的 一个是甜头 嗯 嗯 这么麻 哇 这道菜的味道正是绝了 嗯 它的提示很嫩 没有配菜 我这两道菜都没有配菜 纯的肉 以麻口和辣口为主 这道菜应该是超级下关 就伯伯吃 我一会儿再点完米饭 伯伯你来吧 我得问问他这个菜 敏感该自己哪 哈哈 所以好像是俩夫妻干的哈 嗯 瞧点 嗯 可能还是差不多 嗯 辣吗 不辣 这几次太好吃了姐姐 自窗了 看这个 这种伯伯就不能太腰 你看见了吗 嗯 这个伯伯还可以当主食了 怎么样 伯伯又给你拿一项味 哦 嗯 韭菜 鸡蛋 扬白菜 炒饭呢 确实挺 这老板很 怎么做呢 炒菜 非常的创新 这么多 我觉得你点这撒菜 搭配也挺好的 回国 一个辣 一个片甜口 然后再来点主食哈 以后我得买碗米饭 本来我不定吃米饭 是吧 这个菜 相当相反 嗯 嗯 姐姐 带给我冲一碗米饭 好的 他们的菜确实不错啊 今儿视频就到这儿了 再见